哈喽大家好 过年过了已经放了超过七天 一个礼拜的假了 相信大家每天在家里头吃吃喝喝 身上都累积了很多的脂肪 很多的肥肉 马上就要开工了 马上就要上课了 这个时候你该如何消除一下身上的脂肪跟肥肉呢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我们冰果教练 帮我们好好讲讲 冰果你好 嗨我是冰果教练 好冰果我首先想问你一下就是 你们健身房的观察 就是平均每个人在过年之后大部分都会胖多少 大部分人都会胖大概三公斤左右 这么多 其实每天这样子除夕开始吃吃吃吃到后面 其实那个臀肌的脂肪真的蛮惊人的 那臀肌的脂肪大部分都是集中在什么部位 其实看每个人的体质 但大部分都是臀肌在腹部 然后不然就是我们坐着嘛 所以是大腿或屁股 对就是这些地方 好那今天冰果帮我们设计了一些动作 没错 要来加强一下每个部位的 每个部位的那个肌肉把它练起来燃烧一下你的脂肪 好好那是不是要赶快练 因为不然这些肥肉囤积在你的身上之后要消除就更困难 没错会变成顽固的脂肪 其实后面再去努力的话会比前面囤积的脂肪会更辛苦一点点 对对对 好我们第一个动作要先暖身 运动前都要记得有充分的暖身 那我们会先从脊柱的暖身开始 家里有没有类似像这种圆柱体的 不一定要这么专业的滚头 有时候可能大的水平也OK 因为帮助我们在往前滚的时候比较顺一点点顺畅一些些 让我们就坐在这边 双脚不用张太开大概就是一个V字就可以了 我们把你的滚筒放在你的双脚中间 对然后我们双手轻轻扶在你的圆柱体的滚筒或者是水平上面 慢慢的往前滚 让我们做一个像肢体前弯的动作 OK好这样是帮助我们的脊椎去做拉伸 让它暖起来所以慢慢再卷回来 有点像是我们瑜伽做猫试卷回来的感觉 OK好所以我们就这样来回 我们这样子做个十次 其实就差不多了 但重点是这个过程一定要慢 喔 对因为太快其实会没有办法做得这么清楚 那背要直吗 往前的时候尽量打直 往前的时候尽量打直 收回来的时候我们是像猫咪生气一样 拱背拱回来 那如果背打不直的话我的膝盖可以微弯吗 可以因为脚不是重点 因为有些人可能他的腿后会比较紧一点点 所以会确实比较难去伸直它 对好 那所以这个动作就是做来回十下 没错 吐气的时候往前轻轻推 吸气的时候复原慢慢拱背拱回来 再一次喔吐气吐 准备吸 准备吸 再一次喔来走 准备吸 准备吸 OK 好我们等一下要先来练习我们的腹部核心 所以我们慢慢躺下来到我们的瑜伽垫上 记得不要躺在床上喔床会太软 双手帮我轻轻抱头 等一下我们的右手肘找到你的左膝盖 OK好 左手肘是找到你的右膝盖 OK那我们连续的时候我们的脚会轻轻的离开 OK 所以我们连续十次喔来走 一 二 很好 三 这个时候肚子是用力的喔 四 继续喔 吐气 吐 吐 还有五 四 再来三 二 一 好这时候轻轻躺下来休息 这动作我们可以连续做三趟 这样是一轮 没错 那我搭配呼吸法要怎么 上来的时候要吸还是要吐 我们快一次的时候就做一个吐气 所以是 吐 吸 吐 吸 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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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感受到腹部在燃烧吗 有 很好 开始流汗了 可以 OK 好来休息 那教练我想问一下这个动作是每个人都做得起来的吗 如果说我今天腹部真的囤积太多脂肪的话 因为像有一些人可能他的脖子可能颈椎比较不好 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是轻轻的在这个地方 有时候可以不需要做转身我们就是脚踏侧就可以了 这是比较退阶的方式 退阶的 对对对对 因为可能有些人没有办法这么大幅度去做旋转 所以其实轻轻的抬头就可以了 这是替代动作 没错没错 那这个动作主要帮助是什么 就是我们腹部核心去做稳定收缩 去燃烧你的腹部肌肉 燃烧腹部脂肪 那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肚子一定要用力吗 我可以很松垮吗 没有办法吧 因为其实我们在抬头的时候我们的肚子就是收紧的状态 所以其实很难放松 很难放松 没错 接下来冰果要帮我们多加强一下这个腹部核心的训练 因为过年期间吃太多了 然后通常肥胖都是从肚子开始肚子肥肉特别顽强 对不对 没错 那你只需要一张你家每个人家里都有的沙发 所以在做的时候记得不要像平常在看电视的时候躺得这么舒服 我们尽量就是做沙发的前三分之一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我们的背记得要打直 如果有些人可能背比较不能打直的话 我们可以轻轻垫一个枕头在后面 让他可以轻轻靠着 OK好那我们双手轻轻放在你的沙发的边缘 脚这个时候要抬起来 其实光抬起来就会很酸 OK好开始会觉得这边收紧会开始酸 那我们等一下如果在这个动作你觉得OK的情况下 我们开始做运动了 第一个动作往前推 收 推 收 它速度要这么快 要快的 太慢的话你可能会酸到不行 所以记得 OK好其实正前 就会发现肚子这个动作其实是非常酸的 那记得我们这时候背打直 我们轻轻往后 4 3 2 这样就可以轻轻的踩下来休息 大概休息个30秒再接下一组 休息时间不能太长 不能太长 不能又再看了一部剧 然后再做第二次太久 好 那接下来还有 我们如果在这个部分 你有些男生觉得比较简单的话 我们可以做一些交叉 那男生最喜欢练的不就是人鱼线吗 对不对 那我们交叉的情况下是可以训练到我们的人鱼线 从我们的副直肌到我们的人鱼线都会训练到 所以我们去做左右 左右 OK好然后这时候记得背不要弯弯的哦 然后尽量挺起来去做左右 然后记得脚不要太低哦 太低没有用 所以尽量跟你的膝盖高度是差不多的 对 然后 一样十次 所以我是先做完这个前方的 然后再做左右 然后就可以交互着做 可以可以 然后每一轮都休息30秒 差不多 然后做三轮 没错 好我们现在刚才说完我们的 我们的核心我们现在要练我们的屁股 所以我们首先我们到四足跪姿 那四足跪姿的要点呢 就是我们的肩膀手腕还有宽关节跟膝盖 这四个点会是垂直线 所以不会太前面也不会太后面 OK好所以我们在四足跪姿 完成了之后我们的左脚先轻轻往后点住 等一下我们就是往上踢 但踢的时候记得腰不会折 OK好所以我们轻轻往上踢10个来走 1 2 3 4 吐气 7 8 9 10 好休息 两边都要记得做喔 那这个动作要练什么 练的就是我们的臀大肌 往上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臀肌是继续做挤压的动作 所以同时间我们会达到臀大肌的燃烧 OK 那做的时候腹部也是要用力吗 也是要用力 因为如果你腹部是软趴趴的 其实会很容易做他腰arch的动作 对那就会是造成腰会有压迫感 对 这个动作在左右腿做的时候重心会有一点往左往右没关系吗 没错没错 所以其实这个时候会希望你的双手重量尽量重心平衡一点点 不要特别偏一边偏太多 对对对 好 好来走 10 9 吐气 吐 还有6 5 4 3 2 休息 好我们刚才做的是脚往后点的嘛 那其实如果觉得这样有点太轻松的同学呢 我们可以点在旁边 旁边的时候要注意是我们的髋关节正旁边不会是邪后 邪后效果就没这么好 哦 一定要正旁边 对对对 那我们等一下往上踢 也是一样 不要超过你的屁股的高度 OK好 其实你会发现非常的酸 很难踢耶 很难踢真的很难踢 你要超过你屁股的高度其实不简单 而且你会发现其实你的臀部会更有感觉 对 对了 因为其实一般到旁边的时候 我们的角度会没办法做这么大 嗯 对 他是酸哪里啊 酸的会是我们的屁股臀中肌的位置 哦 对所以你会发现酸的位置会更里面一点点 嗯 对也是 其实这个时下就很酸了啦 对 做到三趟应该蛮难的 对 好 嗨 好那我们旁边哦 在我们的正旁往上 轻轻往上踢 记得不是在斜后方哦 很好我们再三个三 二 一 OK休息 好我们现在要改来做我们的拜拜秀 攻三头手臂的地方 因为这边也是非常容易囤积脂肪 OK好所以我们等一下双手平举 记得跟我们的肩膀是一样水平高度就好了 轻轻的往上九十度 所以是也是一个九十度 OK好记得不要打到头哦 然后慢慢下 然后在举这个的过程中呢 有些人家里有哑铃的我们就可以用哑铃 那如果没有哑铃的我们可以拿水瓶 装满水 其实重量是差不多的 哦 对对对 哑铃记得不要太重哦 不是猛男拿的哑铃 一般训练小哑铃 对对对 我们这样子来回做十次 也是一样三趟就可以了 有没有感觉 然后记得我们在做的时候是定点 我们的手肘这个地方 不会上下 所以定点去做上跟下 所以它是前臂 对 在动 只有我们的小手臂这个地方去做运动而已 那在做运动这过程中你会发现你的攻三头 就是我们的拜拜秀会非常的酸 有感觉吗 有 很好 做到会不会已经挤不起来了 对就是要这个感觉 好酸哦 好 好所以我们刚才的手是水平去做上下 那这是比较简单的方式 如果同学觉得太简单 我们等一下可以 进阶板 到上面 那这个动作我们会叫它diamond 因为是一个菱形 哦 对 然后下来的时候我们会像一个w 一样是一个w的感觉 对所以我们就是 手心都面向正前 手心都面向正前 对 然后下 上 下 那一样是练到我们的攻三头 拜拜秀的位置 所以上diamond 下w 上 下 对了 记得呼吸哦 很好 再三个三 二 再一个走 一 OK 好这个也是 所有动作都是做三轮吗 对 我都推荐做三轮 做三轮 那你这样子一套动作设计下来大概要花多久时间 其实很快 因为我们的动作不多 但每一个动作都可以针对到我们要消除脂肪的地方 所以其实20分钟就能完成 20分钟能够完成 那我想问一下宾果就是 你预计如果按照你的这样子的方法每天都有运动20分钟然后针对这些部位去做加强 大概花多久时间可以把过年胖的三公斤瘦下来 如果每天很认真的话我觉得一个月就能瘦下来 一个月就可以瘦下来 那就是你的毅力问题 因为很多人知道 一天补鱼三天赛网或者是一天补鱼十天赛网 对 这样就没有用了 那在过年的时候 三公斤你要花一个月才可以瘦得下来 所以是不是也说 希望过年期间还是不要吃太多 对 可能吃饭的时间要提早一点点 不能吃太多宵夜 那可能睡觉的时候那些吃的食物都还是囤积在身体里面没有烧化掉 对 那你推荐的这些动作其实很简单 在家里就可以做 没错 你看电视 追剧也可以做 也可以做 然后追剧也可以做 打牌也可以做 所以非常方便 对 好当然其实花短短20分钟 你每天只要很有毅力持续做下去就可以瘦身成功 而且是针对你刚好肥胖的局部位来做加强 对不对 所以希望在这个 网路前的大家都可以赶快站起来动一动 如果你喜欢小麦健康笔记的朋友 记得要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还有多留言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他是澎湖浮蓬喜来 跟酒店推出的海黄鲍鱼干贝 小小一条 可是有大大的学问 里头有很多像是 这大干贝 就有很多像是这20多种的氨基酸 其实对于你人体之间是非常有效的 因为它里面有稠蛋白 也是加分在加分 如果您这是在这种保持人家旅行 围续 我们先放在这里 计算一下 那我来说